索尔希望众神能联手除掉图神者 宙斯却不以为然 他先用法术靠住索尔 然后使出弹指神功 将索尔身上的衣服尽数退去 这一幕惊呆了宙斯旁边 索尔不可置信地看着众神之手堕落至此 宙斯却来到索尔面前 直言不讳地告诉他 格尔手握死灵剑 能诛杀众神 其实自己内心也慌得一批 说完弹指一挥帮索尔穿上衣服 索尔无奈 只好退而求其次 想要借宙斯的雷霆闪电 宙斯召唤出雷霆衣服 穿着迷人小短裙 在索尔和动手面前 一顿耍裤 然后把雷霆闪电 变兮兮地回答 不 宙斯担心索尔离开 会泄露众神宫殿的位置 于是便让他留在此处 索尔一行人开始执行B计划 和卫宾对抗时 没有人注意 堂堂的众神之手 宙斯竟然搞偷袭 用雷霆闪电击碎扣格 宙斯下一个攻击目标 就是索尔 没想到 索尔文文接住雷霆闪电 拐手扔出去 穿透宙斯的心脏 宙斯随即从神坛跌落 原来 克鲁男人的嘴巴 始终是活的 瓦尔将扣格 记在脑后 四双眼睛配合完美 打遍前后左右无敌手 扣格反复调整嘴型 最终吹响 召唤上古山羊的口哨 两只神羊穿到屋顶 拉着木船前来接应 瓦尔趁机抽走雷霆闪电 在众神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他们跳上木船 迅速离开 一行人打算前往黑暗星球 在即将接近这里时 所有的色彩不复存在 眼睛所到之处 只有黑白 他们在这里看到斧头是通往彩虹条的样式 简突然意识到这是个陷阱 立马把斧头扔了出去 是神者能轻松束缚住他们 然后逼迫索尔召唤斧头 甚至用简的生命作为威胁 在斧头回到索尔手里的刹那 黑暗力量瞬间粉碎 突身者只想要索尔手中的斧头 索尔示意他 想要就自己过来拿 果然 雷神力量很强大 格尔虽然已经和死灵殿合为一体 但打独斗的话 仍然不是索尔的对手 瓦尔举起雷霆闪电 趁机给了他一梭子还是没能抵住 出身者会隐身偷袭 瓦尔受伤后 他们打算离开这里 最后时刻 格尔竟然死死抓住铁锤 不肯放手 他成功拿到铁锤 准备用铁锤打开永恒他们 巨大的冲击力 让六柄的头 断落下来 千军一发之际 索尔用雷霆闪电传送 瞬间接住六柄的头 拯救下这群孩子 格尔再次把死灵剑插入地下 召唤出黑暗怪物 在怪物靠近之际 索尔命令孩子们举起武器 索尔把雷霆力量分散给每个孩子 然后带领他们携手对抗黑暗怪物 这也为孩子们之后的作文增添了丰富的素材 上古神阳果然名不虚传 扑腾着翅膀把女雷神从阿斯加德带到了黑暗星球 就在格尔准备许愿毁灭这一切的时候 索尔奉劝他复活自己的女儿 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诺 简化成星星火光飘往阴影殿殿 果然有了这句承诺 格尔在闭眼之前 见到了永恒帮他复活的女儿 雷神奶爸的职责 从现实演绎到了电影当中 正是借助永恒的力量起死回生 爱似乎也带有了永恒的神力 他们周游世界 为无力反抗的人打赢正义之战 他们的名字叫爱与雷霆